你們是用反面教材法的 他們是用反面教材法的 我越來越覺得我的性格是來自家人 我爸媽都是很貪玩的人 他們都是不喜歡墨守成規 不太喜歡一些大家都喜歡的 他們影響了我喜歡去玩 沒有想過要斯文 因為我媽媽都不是一個斯文的女孩 所以我發現這些都是很像爸爸媽媽的特點 他們是用反面教材法的 爸爸不是很讀書 媽媽又說不用安書了 睡覺吧 最重要是休息 休息夠才行 睡吧 他們這樣說完 我就說我要溫書 我要溫書 所以有點激將 然後他們對花錢的觀念 比較輕鬆 覺得不用一定要 女兒就要做什麼工作 找什麼多少錢 從來沒有推動過我這些 但反而因為這樣 我對錢的東西比較著緊 就省家 我小時候就會回答爹媽媽 不要買了 浪費錢 不准用這麼多錢 和爹地去旅行 都是限制 我們今天只有這麼多預算 不准小時候 所以是挺搞笑的 這是跟他們完全相反的 我爹地以前是做鞋業的 所以小時候有很多拖鞋 穿著拖鞋的款 很喜歡穿拖鞋 媽媽現在就問完 其實簡簡單單 做生意又怎會永遠都好 反過來可能開頭容易 之後難 所以生意這件事 中間是很大困難 然後沒有做到 生意就完了 就沒有做到 而那段時候正正是我大學的時候 就知道家裡的經濟有困難 自己上很多工作 爹地媽媽沒有要我幫忙 他們盡量都不想給我壓力 大學時有學費 或者自己的生活費 或者去旅行 如果我想去旅行 可能那時候有去交流等等 就全部都要自己 我覺得都很公平 都長大了 那時候就是瘋狂教跳舞 因為教跳舞不是我喜歡的工作 以後是可以做很多的 那時候我高峰一個星期是有教十堂的小朋友 哇 十堂的小朋友每一堂對著六七個 都是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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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從前兩個星期開始練習 我記得我有十天的練習時間 我第一天就可以向前向後 之後那十天其實都進步不大 躺完之後很快就發現 應該有些不對勁 雖然那時候是忙著要拍MV 但已經發覺自己摁高頭洗頭都有困難 痛 其實斷斷續續這幾個月都是有空去看物理治療 有時候以為自己沒有什麼 就覺得好像已經不太痛 跳舞不算很有影響 但其實我覺得跳起舞上來的頸 如果要用力 是沒有那麼好力的 其實一直都想著有他不用特別看的 但最近又再看了一些不同的物理治療醫生 也看過好幾個 最近真的找到一個比較好的 就是他除了發現我頸椎凸了出來的問題 他幫我慢慢去治療之外 其實他也找回原來我是個人本身比較傾向一邊 所以才會導致頸椎傾向一邊斜了出來 也算是現在找到原因 知道了那個症狀 然後這些是要很長遠地慢慢解決的 因為除了看醫生去治療之外 也要靠自己肌肉的訓練去練習平衡 但我覺得就不是很有大礙 但發現自己身體哪些地方原來是傷了 也想盡量去治理 因為始終之後有更多長條的路要走 目標想做一個碟是有概念的 由頭到尾可以自己去策劃多一點的碟 我又很想配卡通片 很想可以做多一些影史作品 電影也好還是電視劇也好 因為這段時間真的集中做歌手 發覺自己很久沒有做演員 也挺想念的 但在歌手的道路上最大的目標 就是開一個戶外的音樂會 可以有很多觀眾 大家可以很carefree 可以有唱有跳 有很多人會跳舞 這樣很喜歡 那些人會跳舞 在這一個演員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